Hello 迪行 我是彤彤 Hi I'm back 今次這條影片就叫做 萬事童計劃 就是希望可以完成一些人的願望 同村許願船 為了踏著一直都有看我的頻道 或者留意我的觀眾 今次我就選了幾個比較有趣的願望 希望 I won't screw it up 可以做得很好地踏著大家 Good 出發 話說今天我就來這裡吃飯 入座之前 突然這個伯哥仔阿成就說 我昨天在Story留言 今天就是我剛剛出完Story的24至25個小時 我竟然找到我第一個的許願船 你去看我看 看你吃飯 看我吃飯 我真的沒收到 我沒跟你說過 好笑 這個真的是緣分 我不是看到他的Story所以我剛才來到這裡 而是我昨晚已經想吃的 但是因為沒有空間 所以我今天下午來吃 靜雞雞在那裡偷聽到你 和你的同事說 我沒想到今天真的來了 那我唯有載你吃飯 對啊 都沒說過 那說出來就說好了 好欣賞你 我的第一個許願 吃到 看來天都想你載我吃飯 Thank you 他一個 他是一個中學生來的 我猜他的TITUS 他說我希望彤彤可以寫一封信給我 等我一年後放榜開來看 感動到哭 我選擇這個願望 是因為我覺得這個願望是有很多意義的 因為我之前有看過一些油箱 是可以給你寄一封信給自己 一年後就可以看回 我覺得很棒 那種感覺好像時間感落 所以我希望這封信一年之後 可以給到一些力量 我會全力寫風有溫度有信給他的 首先第一句 親愛的TITUS 每一年放榜的時候 都是有下雨的 不知道為什麼呢 我覺得他應該會很緊張的 放不放一次一天 但我會跟他說 就是這樣 希望他不討厭角落新聞 這封信我應該會親手交給他 親手交給的感覺是好一點的 好了 那我今天就找了TITUS 因為我答應了我會寫一封信給你 首先想問你為什麼你會寫這封信 就是因為我到時 我的touch food考得不好 就有封信看看可以令自己不太開心 但是最好考得好 我發現我本來打算寫給你的時候 我會不知道寫什麼的 但是我寫寫一下就發現 寫了多少東西給你 很高興 你給你 真的想不到會選我 很開心 那時候我應該是有事做的 兩天幾十七 我六點鐘看到的時候 我開心得很大 我多怕他不回覆我 你覺得你最擔心的人 就是我讀書我就不會說有什麼困難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我OK 但他就太懶了 反正有封信 援插著我讀書 我一年頭也會謝謝你 很開心 我看到Cao叔不見了之後 我就想到覺得很麻煩 所以見到我們有勇氣 因為我真的收到你 真的不開心 就是後面不知道怎麼玩 總之有點開心 OK 其實有點感動 OK 你記得回信給我 好 我一定回信 好 成功 很開心可以為你打氣 我們一起加油 好 跟著 嘿 彤彤 夠膽就測試我們的手機殼 是不是這麼放跌 OK啊 Castify 接收這個任務 很開心呢 這條影片是和Castify合作的 沒錯 就是他們的手機殼 它是出名的防跌 還有它有很多款可以選擇的 這次我選了四個殼 開給大家看看 我自己覺得是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 首先 就是這個Custom Mirror的殼 上面還可以印你自己的名字 你選擇看 還可以用來自己 不錯 接著就是這個Custom Impact 閃靈靈 還有兩個Impact Print的殼 我自己就覺得這個很可愛 是用來吃一個 Spaghetti 的字 它們很可愛 而且它是紅色的 很喜歡紅色的殼 最後 這個很多人都可以用 但這個香港機票的殼 一開始看已經覺得很美 很特別的 雖然這個Impact Case 看起來好像很薄 但其實它是用了專利物料 T-Tec去製成的 通過了6.6英尺 大概2米左右 Drop Test 就可以好好幫我們的電話 不過當然試試是最實際 為了要最完美的實驗這個Drop Test 我就請了整天都跌電話的Like 好 那我們一起來測試Case 還有是不是很薄一點 Good 好啦 其實如果有殼的話 我最希望保護到鏡頭 因為我之前也試過 鏡頭爆了 所以今天我們主要來測一下鏡頭 開給你了 OK 沒有裂痕 我先吃一口 哇!好清啊 沒事啊 真的沒事啊 不吃葉餅了 沒事啊 沒事啊 你失敗了啊 麗英 你這個人很壞啊 沒事 打了嗎? 我打了嗎? 今晚下風 我今天換了一個獅子王 我不會去到2米那麼高 沒問題啊 哇! 哇! 好刺激 好刺激 等一下 沒有啊 有沒有痕有沒有性 沒有難度 還好漂亮啊 好啦 那Case TV完美通過了Drop Test 大家去Case TV的網站 就可以得到15%了 我們去選你自己喜歡的學 希望我可以實現到你的願望 YES Hello早晨 今天就來到荃灣海賓公園 有兩個願望可以實現的 我來到我最愛的凳 首先就是Bobby的願望 我幫他了解一下荃灣海賓公園搞成怎樣 有沒有變美 是有的 因為我之前來的時候 去禮城那邊也變了很多 而且多了很多新東西 等一下我就會沿這裡走過去 帶你們看看有什麼不同 第二個就是 L-E-Y 沒錯了 就是你了 他說他想要一張荃灣臭海的空氣 住在荃灣或者有來過荃灣的朋友 在荃灣的海房經常聞到一股得如其來的臭味 之前的區議員也有去商討一下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也有很多人投訴 好 立即出發 好了 在荃灣的海房旁邊有幾個渠口 相信那些味道就在這些渠口散播出來的 但我發現了一個渠無雪的通局 以安裝氣味控制水液膠請勿嫌為 所以我懷疑是已經有些方法令到這裡沒那麼臭 OK Anyway 準備了這個瓶了 三葉草的瓶 其實我現在已經聞到一點臭 比起剛才臭了 嗯 有點臭 空氣空氣 成功 大風 大家 我就是你們的荃灣海泵公園導賞員 射給你的Bobby 其實這裡已經起了一條單車徑 以前因為我和Studio距離很近 其實我會踩單車回Studio 但因為以前荃灣公園沒有單車徑 所以是不能踩海邊這條路 但海邊這條路是最安全的 水退 好可愛啊 後面有個很好玩的避搖板 但現在壞了 設定 稍後要弄這些房子 這個海泵公園最有風刺了 我們經常都是在外婆拍攝 然後有時候就要衛衣服 所以我們就要去很遠很遠的地方 That's very good 好鮮味啊 好吐啊 那時候走到來 令我很驚訝的就是這個東西 好棒啊 前面這個東西 Tims not that easy W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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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原來這個旁邊呢 有些功夫是這個學師陪伴張家樂 主要是官方出的 主要是整條海賓都有 好了 希望呢我好好地完成這兩個願望 接下來的任務呢 我就要找今世的姐姐幫我 幫我手才可以完成到的 各位觀眾呢 就想我幫香港人占卜 但占卜雖然是一些比較 specific的問題 我就會問兩個問題 這種塔落是叫做 直角塔落 信熟個人意見 這些東西 每個人看都很不同 好的問題就是 我們今次有沒有機會 可以出國去旅行呢 先去洗牌 然後洗到你覺得OK為止 好 OK了 試試 然後你就用你非慣用手 去抽牌 OK 多了 這一年還是會呈現著一個怕旅行的狀態 已經在工作中 關於疫情 或者大家出不出到旅行這件事 其實它已經開始不斷地變好 但你說今年會不會出到旅行呢 就還未必住 因為還是需要大家留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到明年春夏天都未必有機會 對 對 但是最重要是安全 我們要催淚一下你的疫情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根據宜家的趨勢 香港還會不會是一個適宜居住的城市 沒錯 沒錯 很漂亮 可以買吧 好明年 OK 又說適不適宜居住呢 適宜的 你會看到城堡裡面 其實它有果 有東西庇護它 然後就有錢 但是重點是什麼呢 你會看到上面這些彩繪玻璃的東西 其實它就是一個罩禮 這個塔羅也沒有碰的 對 溫室狀態來的 就是這些就好看個人意願 究竟真的適不適合疫情 大家自己討論一下 沒錯 這就是幫助大家這個塔羅的結果 我們當聽多個故事來參考一下 那條路怎麼走 是看你自己怎麼走 你怎麼走 就會變成一個怎樣的結局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開開心心健康 對嗎 對 那這個部分就完結了 我們今天是非常感謝大家的 金大大 金大大 還有這個今世紀的家 拜拜 希望所有香港人開開心心 時事順心 好 萬事同計劃就暫告一段落了 因為這次其實都收到幾多的回答 那有很多都未必真的可以做到的 非常之不好意思 這次其實都算是我第一次 以個人頻道或者個人的名義 去實體這樣見觀眾的 所以我這次都盡量搞一點 可以見面的 本來我一開始是有點害怕的 始終我沒有試過 但是最後真的完成到 其實我自己都很開心的 終於都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 所以都很感謝大家一直以來的 照顧我的支持 沒錯 希望有下一集 好 萬事同計劃到一段落了 拜拜